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坦山基亚 我就遇到了拍红色翅膀的那个摄影师 刚好我们俩都捕捉到抱着妈妈戴着小抱 抓到了一只脚马 我们两个车都靠得很近了 他问我 你是中国的红 我说是 他告诉我那村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如果你的运气好可以看到远古时代的色彩 我第二天就飞到那村湖去了 然后自己在这第一次守 守了一个星期 没有看到远古时代的色彩 我不甘心啊 第二年又回到这里 坚守了整整十天 仍然一物所获 但是我坚信 奇迹一定会出现 所以第三年继续回来守候 最后那天晚上是狂风暴雨 结果第二天下午 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宫 我仿佛到了一个古老而陌生的星球 看到的都是惊艳以外的神奇景象 当时我手都在发抖 因为多年来在野外拍摄的经验告诉我 要赶快拍 大自然的美好瞬间 往往是转瞬即逝 确实是这样 那些神秘的图案与色彩 最多持续了一两个小时 就完全消失了 我真的是深深地爱上了人 每次去肯尼亚 拍完了马赛马拉大草原 我都会回到腊存湖去看看 到现在为止 我一共去了十几次 每次到湖边 都会守候十天左右 也只有几次 有幸地见到了这样的奇迹 每次见到的画面 都不一样 它们的色彩 与图案变化无穷 令我发自内心的在谈 大自然才是 真正伟大的艺术家 就是这样 转瞬而又 更补的诗意 值得你 一直 去守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